《 》 過了幾年 由2015年到現在 你有沒有問上 第幾時交段感情給你 這些經常都會問的 一定有問 而且我會寫一個清單出來 我會寫一個清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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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覺我們基督徒 跟上帝溝通 普通跟一個很愛惜你的人 是一樣的 等於你和你媽媽和你爸爸說話 爸爸 我想買這個 我喜歡這個 你看中了 我會跟上帝說 我將我的傾心吐意的感覺 我希望很仔細 我的Dreamman的性格是怎樣 是怎樣的 還要不要圈內 反而這件事是比較寬 我不一定是圈內 我覺得內外也不重要 最重要是裡面 但會不會恐懼了 經歷之前的感情 其實 你欺騙的時候 我一開始也擔心 但之後 我也是想通了 因為這個信仰令我想通了 你無謂讓你過去的東西 去關注自己 因為你過去不等於你的將來 如果你硬要想過去 就等於你的將來 你就正在應驗自己所說的 因為你認為自己是這樣的 所以你會不知道為什麼 遇到一些人 我也是死的 我也是男人信不過 所以我首先 我撇除了這個想法 首先我認定了 我將來一定很幸福 很美滿的生活 所以這個害怕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但你說是否完全沒有這個害怕 又不是 我有時想想 如果我有一個男朋友 可能我突然間沒有安全感 如果他看電話看久一點 我會不會緊張 又會跟誰說話 可能內部找我 你是不是沒有想著我 你是不是沒有想著我 不重視我 可能我自己也擔心 我會不會無端端這樣 這個也有的 但你的清單裡 有沒有要求你英俊 因為你之前也是英俊 有啊 我說我老公一定要是英俊 這些很壞 做女生當然 誰不喜歡英俊 還有呢 另外我一開始想要 要懂音樂 就算你不是玩樂器 不是唱歌 不是什麼也好 起碼你要明白我做這行的事 會感受 起碼我回到家 可以跟他聊天 他會明白 因為大家喜愛音樂的人走在一起 那種話題會不絕 一圈圈星光背後 有我雙文鍾舒曼 想聽竹本訪問 立即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吧